哇 現在整理出來現在的機票價格 看起來是全部都有漲喔 老師 你們最想去哪個國家啊 對 日本 日本 加1 巴厘島看比基尼 看比基尼喔 巴厘島的 巴厘島有十幾萬耶 跟你講了 這麼貴 是啊 既然什麼都漲了 那你來看一下 真正會漲的是什麼 會漲的是哪一個 航空股嗎 還是航空股 油門到底 衝出封鎖穴 後疫情時代該看誰呢 Oh My God 哇 台積電買回自家股 這類概念股 嗨翻天喔 嗨翻天喔 所有的標股都愛我們今天的 股市福利社喔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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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鄭宇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 來看一下 Oh My God Oh My God 現在台積買回自家股 自家股 這類概念股到底是什麼 嗨翻天喔 來來來 這也是哪些概念股啊 還有航空油門到底 是 衝出封鎖穴 後疫情時代該看誰 等一下告訴你 我們好像還沒自我介紹 是 你是誰 我是主持人鄭宇 我是主持人鄭宇 太嗨了太嗨了 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Oh My God 所以找了一間叫做 Oh My God的豬霸王豬腳 這還不錯耶 這個豬腳 這個豬腳多少錢 這樣子算多了 好像90塊吧 90塊這樣不算貴 不算貴不算貴 一直有人發出聲音 你一直有人發出聲音 你已經吃過了吧 不要再別人了 不是我確實是某位豬哥 某位豬哥 OK 本事童跟聖堅殼在一起 這今天還蠻好吃的 又要翻白眼 還沒有吃就翻白眼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來賓嗎 好來 好首先第一位 Oh My God 何經典分析師經典哥好 大家好我是Gili老師 哇這個 那個豬腳 真的是有夠香的 但是 為了因應我隔壁的 他最近呢 我跟他一起上節目 他都會有跟我一樣 要跟我較勁 要比那個字卡有沒有 真的喔 我今天不只是做字卡 我還做立體的 喔 大家都知道沒有 哇 3D 3D 飛機要3D囉 喔喔喔喔喔喔 大家知道什麼肋骨要長了吧 耶 墜機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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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好舉例 這不能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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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能飛遠一點 好 第二位 好 第二位是崑仁 陳崑仁分析師 大人哥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G哥你剛剛幫我 幫我捧我們等一下要講主題 謝謝 謝謝 憐憐憐憐憐 我好想出國喔 我幫你打一叫 我好想出國 你妹子講 你不好意思吃這豬腳 是不是好香喔 是嗎 是好香喔 第三位 你應該是特別喜歡吃喔 憐憐憐憐分析師 我覺得 玉棒相爭啦 是 那就魚翁得利啦 欸 所以你可以吃三碗 他們兩個拼字卡幹嘛 等一下我就默默的 把他桌上的豬腳 全部沒收 剛剛了吧 不要再騙人吧 對不對 是不是 喔 這個其實我覺得豬腳很棒喔 剛好 剛好過個運嗎 把今天的這個股市的這種反轉 也把它帶出來 因為豬腳本身 有轉運的效果 喔 真的 所以節目很用心啊 是是是真的 我們最用心了 我看得出來 他沒有那麼喜歡吃豬腳 他如果喜歡吃就馬上吃掉 他可能是等一下三碗都要一起收吧 他是過年 過年晚飽到今天 你那三碗豬腳 三碗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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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再來看 福利色先解盤 今天大盤很棒 真的就像謝教授講的 轉運了啦 豬腳轉運了 Oh my God Oh my God 豬腳 我們想一個Oh my God 居然有Oh my God 豬腳 Oh my God 這股市好吃喔 我們推薦一下 我交換實在的 這股市豬腳非常好吃 這股市豬腳我覺得不貴 蠻嫩的 來 279點 這個量2,690億 比較好了 昨天還有2,100多億 我們沒有量 我們就沒有點閱率 有道理 有量就有點閱率 好不好 人潮快回來喔 我們覺得 我們的粉絲的觀念有一點錯誤 其實行情不好的時候 更應該好好看影片學習 真的 大家都說行情好 我就看行情不好 我就不看 我跟你講 基本功是在平常 大家忽略的時候 我們要去奠基的 我覺得這一點一開始 我要先呼籲一下 真的 趁現在練功 他們也聽不到 對啊 所以趁他現在看的時候 我們要告訴他這件事 好 哪一天心情不好就不看了 對對對 好 沒有道理 有道理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行情好的時候更應該看 所以現在一定要來收看我們福利社 現在行情不好更要看 行情不好更要看 行情不好更要看 好 沉淺一下 看哪個股票會噴出去 沒錯 上位指數現在也收付前兩天的師徒 我想要看哪一天 到底寄生眼可以散散去 是 貴買指數真的是很委屈 這樣就很旺了 很旺很旺 好不好 好 再來我們再看到三大法人買敗差 外資 外資買不多 外資買不多 到底是買的 118億就長了快300一點 好不好 可是看起來投信 欸 破紀錄了連12買 是 那時候我們做紀錄嘛 這一兩年嘛對不對 只要投信 連續10天買 是 都有1000點以上的行情 沒錯 台股大盤1000點以上 然後好像 投信買超好像 紀錄好像是20幾天 25天 怎麼樣我忘記 至少20天以上 是20天以上 20天以上 看起來就是有機會挑戰20天 對 我感覺是有啦 已經12天了 好不好我想問一下 坤仁兄 你覺得怎麼看吧 投信真的滿走都是錢 是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內資主導盤是非常明顯的 尤其是最近的投信 那尤其是前一陣子 在國際動盪的時候 如果是真正那種 所謂的外資的話 所謂的外資機構 是大型的國際的那種資金的話 他們難免會有所謂的賣潮動作 可是呢 怎麼樣台股都是有基本面 非常棒的行情 是 所以在這狀況來說的時候 我們多多可以看內資 甚至是順著內資的方向去走 會是這個時間點操作的主軸 好那一支他重要 那一支大哥嘛 是不是投信大哥 感覺你很想看了 你很想跟我講話 陳彥哥 其實我覺得 這越來越有 我們有心電感應 你們越來越有默契了 而且我剛才看他 上廁所還拿手機在自拍 我是覺得蠻感動的 Oh my god 第一個 你Oh my god 投信不錯 對對對 我是連三隻手都在看手機 看手機 我誤會了 我誤會了 我以為他很珍惜懷念 他手機在自拍欸 我以為他在懷念 真心 你們看我好多事情 誤會誤會 24小時都在動腦器 幸好你心想六花我清白 前面你講對了 後面你講錯了 是要自白 所以你剛剛一直在cue說 要講這個 就是要講這個 沒有沒有我是突然想到 突然想到 我真的是要講投信 難怪你那麼順 你都已經推好了 Oh my god 接Oh my god 我不知道啊 其實我覺得這 Oh my god 有兩種意思 Oh my god Oh my god 對 那其實這一段時間 我覺得如果大家特別去注意 像這幾天 這個國際局勢不穩定 其實投信還是蠻堅定在哪 投信不是真的這麼傻 說非買不可 所以我覺得其實也呼應了 我們這節目大家在談 就是說 其實台股的基本面是好的 跌絕對不是一個不好 一個我要落跑的時候 而是你要去折優的股票來進場 我覺得投信 最近給我們的 所看到的態度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大家不要一直去看說 啊外資大賣超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現階段 這個都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點 好 好 謝謝 這個都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點 所以你覺得不用擔心 而且投信已經在買 對 而且投信經紀人現在應該蠻少多錢 多是錢 反正每天都能送錢給他 不知道要放對 我經紀人不知道真的放哪邊 就買啦 好不好 我是有發現他們買蠻多是高資率股票 是 很重要 買很多電子股票 買7%以上股票 砸錢不手軟的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 外資 提貨未平常 小賣 小賣嘛對不對 是 我們來看看一額 外資 外資近五日合計145億 是 看起來好像其實外資也不重要 完全沒有 沒有影響台股的能力 看下一個 好 這個投信好像是近期的 近期的一個新低 是 空單口出 1萬5 我現在問這次 這個空單口出已經出來了 去確定嗎 還是自己加減申除的 是確定的 是 所以1萬5是近期新低 那個 空單很少見 好像幾乎沒有過1萬口以內 我看這次有沒有拭目以待 1萬口以內 然後 那投信又一直買 這感覺好像標股翻程式 投信只要買超10天 之前就是攢1000點 真的 所以拭目以待看可不可以到1萬口以內 我們大家祈福好不好 好 今天很容易放天燈祈福 放天燈 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重點是台積電 破天荒買回自家股1387 等一下是不是分析師會講這個 對不對 我們再請分析師解釋一下 哇買那麼多 這個都不是啊 這應該不是買那麼多張 應該說 買這張 買一張的意義是什麼 對 他不實施庫藏股 他是直接買回自家股 好不好 我的解讀是說 滿注重EPS 等一下問分析師 好 二軍撤為基地 歐美股強談 我覺得真的很棒 我覺得 全世界 作為做股票的兩個人 川普 還有就是伯丁 馬斯克不算嗎 馬斯克 他只能影響 他只能影響那個而已 自己的股價 他是全球經濟都在影響 全球經濟 這個賺比較多錢 好不好 馬斯克排第三 還不行 校正台積 Intel 大併購 搞這些東西 我不看好 我個人是不看好 因為我覺得如果 你說併購就可以這樣子 你把台積電當傻瓜 是 很多台積電員工說 你要搞清楚 我們是 是你們都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都還在工作 三班製的 輪班製的 輪班執行人 讓台積電更偉大 Intel 有人做到這樣的事情嗎 當然是想回家睡覺 那怎麼辦 所以Intel並購 很多不看好 投信年11買14年 最狂了 加上今天就12了 那圓越PBI 昨天很特別 昨天是圓越PBI 先公告 然後才說撤軍 可是公告的時候 整整我有發現 公告的時候有沒有什麼事 沒有 沒什麼事 年增9.7% 月增1% 對 高預期慘了 大家已經習慣了 膨膨壓力 第二個 升息的利率 升息的預期 兩碼的預期 3月有沒有增加 3月升息的兩碼的預期 大概還是在60%以下 50到60 所以這個PBI 告訴你大家習慣了 雖然高預期 只要沒有更高 我覺得升息機率不會增加 事實上也是啊 升息機率沒有增加 是重點 看解讀新聞以後 再看下一個階段 這個步驟怎麼去影響 這很重要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好我們來播影片囉 要看這個VCR 為什麼要看VCR 在看VCR之前 我們那時候講航空虎 對啊 哇你看這個 崑仁不錯吧 把你變得好帥喔 感謝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VCR 那時候 崑仁還有很多分析師 還有何老師 何老師 每次都沒有他 有 開頭就看到 超帥的 你今天算勉腆的 因為 愛的人不是我 愛的人不是你 什麼意思 因為他是 影片裡面播順便播他 喔 被順便的 有啦 我們來看一下 請看VCR 航空公司 長龍航 華航都表現得比起 那個貨櫃三窮來的好 為什麼 其實大家都已經在運行什麼 後疫情時代來的 他填波高點在2011年 接近到28塊那個位置來說的話 今天或者這個月份的這個線型啊 已經是突破了這10年來 甚至這20年來的新高水準了 那我喜歡用技術品來切這種桌墨行情 或者是有這種體態行情的個格 所以只要這個疫情淡化 或者說我們常跟大家說過的 像是疫情終究會跟行情脫鉤 所以回答到他的基本面 就是貨運一樣在漲 就是貨運的價格一樣在漲 那之後的話只要是解封 客運不管怎麼樣 機票喊在櫃 你還是不要 我們福利社真的播好多次 告訴你航空專雄好不好 疫情後 那疫情後怎麼去解讀 我們福利社趕快跟你講 可是你不要真的等到全部開放了 再進航空股而來不及 可能就利多出境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 而且我們剛才預告的講到 票價 有沒有看到有人居然瘋得要去巴厘島 巴厘島10萬塊你是怎樣 對啊 古關教授 可是說真的 三萬一去嗎 你去巴厘島 你還不是塗的是那邊的消費便宜 你就只是要看那邊 你還不是那邊的消費便宜 我清醒的時候也在想這件事 睡覺的時候也在想這件事 你也夢到巴厘島 滑手機也是在想這件事 在這時候滑手機也是在想這件事 沒錯沒錯 好 所以你真的想去巴厘島 是 但是想約誰去這個就不要再講了 對 等下他又瞪我對不對 想約哪些人去是不是 不是肘肘嗎 我看他上廁所的樣子 約人去幹嘛 oh my god oh my god 等一下他 約他去他也只是一直用手機 滑公式 滑公式而已啊 滑公式啊 對啊 我們直接商量跟他講 好他去幹嘛 你可以去 oh my god 看哪一種 oh my god 好不好 所以 這10萬塊你願意去嗎 你會花這個錢嗎 不會 喔真的 嗯 主要也是因為要轉機 所以還要花很久時間 喔 錢跟時間 如果巴厘島 做多少錢你願意去 嗯 過去平均值2萬多嘛 對 我覺得3萬我可能還可以接受 喔 就是原價多50 我覺得很快應該會回到原價的50 喔 原價50 對 多50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3萬都50% 好那你可以看 那現在多50喔 我跟你現在日本東京現在 算了我去馬尼拉好了 哈哈哈哈 我覺得馬尼拉比較便宜 因為你看現在東京 你看都74% 真的沒有50%這個選項 我覺得以後應該就是票價至少70%起跳 沒錯沒錯 嗯 好不好 可是日本沒有比基尼 那看你去哪裡啊 去迪士尼樂園啊 嗯 東京嘛 要不然就去看那個路啊 去青空塔啊 迪士尼有個小泳源 我覺得不錯欸 那很多 迪士尼 很多 很多 哈哈哈哈 突然這一集風向轉變了 不行不行 我會維持形象 開始在討論辣妹 夠了夠了 去日本就是會看比基尼嘛 哈哈哈 好不好 很多泡物結局感覺 你去墾丁也看得到啊 是啊 去曼谷不錯 對曼谷不錯 去那個巴塔亞 是 去巴塔亞 男人的天堂 男人的天堂 對 我插話不下去 對因為現在目前漲幅其實都超過50% 所以我們預期其實未來行價票價可能還會再更高 欸我們就告訴你票價啊 過去平均來回1萬5嘛 嗯 現在來回2萬6 對 然後來回3萬塊錢 對 泰國曼谷以前最便宜9000塊 真的 現在來回2萬1喔 看到這個就真的知道為什麼華航長龍航這一波會漲這麼多了 如果你們漲多少%你可以接受 如果票價 以現在的價格 30%左右 30% 30% 以現在價格 現在在日本已經是74%了啊 對啊 所以這已經沒有很好 現在價格74%比如3萬塊 還是得要去 是啊 你還是會去 還是要去 那5萬塊你能接受嗎 對 日本喔 在漲50% 還是得去啊 大氣啊 是不是太太有先跟你booking了 而且你去日本 台灣有人幫你花很多錢喔 你要考慮清楚喔 所以最近我看那個郵輪相關公司的價格也在漲 我覺得可能會變成是另外一種替代效果 就是機票真的很貴 那我坐郵輪也是會跳島玩 可能也可以到日本 對 我覺得也是一種另類的選擇 那些時候也是有去做郵輪去沖繩 也是不錯玩 跳島也好 跳島也好 到東南亞這邊 這些讓你划不划算 你們想去我們做個反間調查 等一下要告訴你韓運股怎麼看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最貼的是釣膽股票 來 釣膽股票 我們先請基地老師 先講到今天的部分 今天大盤大家可以看到其實記憶體類股啊 整個都全部向上漲啊 那其實記憶體類股啊 其中群聯有沒有 我在節目上啊幾乎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嘛 每個月都來一次 每個月都來節目跟大家提醒一次 你每個月還是來四次差不多 好 12月12號1月17號還有2月9號都一直在提醒大家 那個時候不管年前年後 450塊附近我就跟大家講 季線附近都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買點啊 為什麼 因為殖利率很高 因為大家很擔心生息嘛 所以我就幫大家挑一個殖利率高的股票 他殖利率高達現在因為漲起來可能沒有5%多了 可能接近5%啦 那本益比的部分我們上次也跟大家講 他EPS都是40塊 EPS40塊的話 以現在的股價來講也不過12倍的左右的本益比 一般台股的本益比都在12到20倍 我們那時候不是跟大家講 20倍乘以40 不就是800 那我們不能做目標的那個預測嘛 對不對 不能喔 真的不能喔 那我們如果說以砍一半好不好 我們不要太擔心 15倍就好 15倍去乘上40 不就是600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以今天的技術線型來看 我覺得今天走的真的非常漂亮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是跳空突破500塊的一個整數關卡 來跳空突破500塊的整數關卡的話 也就是說這走勢是非常的強勁 在技術分析領域裡頭可以發現 如果說呢未來呢 他呢這幾天都能站在500塊之上 而且搭配今天其實記憶體類股族群是全面啟動 對 所以呢我覺得這短期上來講呢 有機會持續的向上墊高 那另外呢跟大家講另外一檔就是育創的部分 育創啦大家不要忘記 他雖然說真的很厲害 你要講什麼題材他都有 之前8到9月的時候 大家講元宇宙元宇宙 他不是也有嗎 對不對 他的玉利子公司的玉利啊 他也是做AR跟VR的解決方案 那最近又有一個新聞喔 就是那個中國是不是要限制 所有的那個消費性電子產品 都要採用Type-C相關的插頭 那大家會覺得 歐盟講過中國又講過那有什麼差別 我跟你講他會去客家話 沒有空用喔 沒有空用喔 這是什麼 你是客家人喔 我客家人啊 你也是客家人 我馬上客家人 江江老師也是啊 江江老師也是 薇泰老師 薇泰老師 薇泰老師也是 你也是客家人 對 茶巾還不錯 看大家可以去看 你也是客家人 我現在也知道喔 對啊對啊對啊 客人是嗎 他翻 韓二代呢 我太太也是客家人 我太太也是啊 我太太也是啊 我太太也是 我客家一家人 好 某Q用是什麼意思 某Q用就是不一樣的意思啊 不一樣 那中國已經要採用那個Type-C了 對不對 那你就說他會逼誰去用Type-C 蘋果啊 蘋果現在最大的市場不是在中國嗎 那我預計下一代的蘋果很有可能會就是全面就採用了Type-C 那既然全蘋果要用現在智慧型手機插了蘋果 你看插蘋果就插幾億隻啊 真的 所以這個市場是非常的大 所以你看 預創他本身就是利技型記憶體的那個Dram的一個場嘛 對不對 那他又有什麼Type-C 又有什麼 元宇宙 什麼題材他都有了 你不買他買誰 所以說呢 今天的技術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技術面是突破了80塊的整數關卡 收復了一個月線 所以呢我覺得短線上來講是蠻有機會 會突破那個季線 季線就在上面 大家可以明天後天觀察一下 好 謝謝老師 那我們再看大人哥 好我今天帶來兩檔個股的話 一檔是3189的景碩 然後一個是6205的全新 我們來看一下景碩的部分喔 因為其實景碩它剛好在昨天的時候 公佈了它的去年的EPS 每股賺了8.56元 那這是創下了14年以來的新高 那因為社會到半導體去是依然成長 然後這載板的需求是依然暢旺的 所以就今年來說的話 它的EPS獲利的角度來說應該會持續成長 所以其實前一陣子的挫殺的過程中 有太多太多的股票在挫殺之後 然後回來到它一個本身的基本面的價值 所以在我這個景碩的這個方向來說的時候 我要跟大家提醒的是接下來 你會看到所謂的去年的年報 就是第四季的季報會陸續來公佈出來 那公佈出來的時候 不管是從去年的年報也好 或者是說今年的展望都好 都會帶來一個持續成長的方向 讓這些挫殺而被超跌的個股 漸漸回到基本面 所以你看一下也是從底部整理完畢之後 有要漸漸去做轉強向上的感覺 這都是趨勢帶來的力量 好 那另外一檔個股的話是6205的全新 那全新的話它是因為前一陣子 有一個市場上面的新聞 它說因為它切入到了特斯拉的供應鏈 那它原本是做連接器的 那它原本連接器只有用在網通 跟一些相關的車用跟工業電腦上面 那因為它新切入到了特斯拉的新的客戶 對沒錯 那今年的電動車我覺得依然看好 所以在我們每次跟大家去做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主流這些族群 它會在今年的輪動過程之中 都會帶來一個非常明確的方向 好 是全新跟緊縮 好 韓二代 古關教授 對其實今天這個一粒店 它的漲勢非常強 你看它開盤上去 然後啪鎖住 對 那前兩天我覺得對比大盤的走勢來講 它也是算相對強勁 我說對比大盤 這感覺就是有人在裡面 你看幾根紅KK 沒錯沒錯 超級強勢的 對 看它現行幾根紅K 要它轉就要轉 要它跌就跌 你繼續說 它去年是賺0.81 雖然不多 連一塊錢都不到 可是這已經是2017年以來 獲利最好的情況 我覺得重點還是在營收成長 因為今年1月營收成長率已經高達 YOY已經超過六成 那預計今年的表現會更好 包含抬頭顯示器 還有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這個都是呼應現階段電動車發展趨勢當中 非常重要的這個配件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還是可以持續觀察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世新 這個KY 其實之前 他的中國客戶 他受到制裁的這個影響 確實 因為他之前 去年前三季中國客戶 佔他的營收的比重確實到七成 可是他最近簽了兩個美國的大客戶 從營收比重佔大概12到15 會拉到40% 這個也是為什麼他股價近期很強 而且重要還是切入HPC跟AI 這都是毛利相當好的區塊 所以也是股價為什麼會強勁的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不用再一直去在意他之前客戶受制裁的這個部分 因為他已經在做很大的營收比重的轉變 很多投信也都有認養四星這檔股票 沒錯最近 好 這不只最近之前也一直認養好不好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六檔股票 老師選出 心目中最好的最貼最標的標股 好基金老師 當然是群聯喔 因為我看好他很久了 是真的 好大人哥 好大人哥 好那我今天幫那個基哥再加一億 因為我剛剛本來想要挑群聯 但是那個 其實這個人跟我說已經被基哥挑走了 所以你選群聯對不對 是沒錯 好 群聯OK 好 兩強真的有在爭 那目前我覺得以投信任養 然後產業的轉變的話 我覺得四星 雖然說他本益比 因為他去年大概賺21塊 本益比算高 可是目前營收成長的力道 我認為還是可以cover 你知道我是賞戶 我看了一件事 當我們賞戶都很有錢 要嘛推薦500塊 要嘛推薦1000塊股票 好 都不錯 然後我為了他們一下 我推薦一下請坐好了 好不好 比較便宜一點點 好 請坐200多塊 請坐便宜一點 便宜啊 比500塊便宜300塊 不然怎麼樣 好喔 你看你看 所以肉有心聲 不要再做便宜了啦 我之前就遇到一個韓遠 韓遠 我說我是你粉絲欸 有沒有什麼股票不錯 我說聯電還不錯 我想說至少這個比較 比較穩健牛皮股嘛 對啊 我聯電這麼貴 有沒有10塊錢的股票 你現在10塊錢的股票還真難找 真難找好不好 通膨的關係 通膨關係好不好 沒辦法 好 我們今天我最貼 我們來看一下下個單元 台積大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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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氣的雞頂膠 好 台積電 Oh my god 這隻叫聲好像怪怪的 哈哈 剛剛必吃啦好不好 所以台積電買回自家股 那有什麼類股可以受惠呢 我們今天就觀察 幫大家看這幾檔類股 就是中砂光照 跟三婆化 還有智原 好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買回 那個董事會已經講這些東西 我們看一下 董事會的話其實去年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去年 每股近利是23.01 其實他就是一路的向上成長 所以大家會覺得本益比比較高 但是本益比要看未來的 所以也不用太在意那一塊 什麼事情都在買他啊 對 然後再來就是看到他的 鼓勵的部分是發2.75 2.75一年11塊 因為四季嘛對不對 乘以四 所以大概是11塊 以現在的股價去算的話 大概是1.8左右 那1.8左右也一樣 跟大家講 因為你要看未來 他也許會一直一直向上漲啊 對 那再來的話他公司要發行公司債 其實現在發行公司債 對公司來講 我認為是好消息 為什麼呢 因為發行公司債 現在是不是要升息了 在升息之前發債 是不是可以拿到比較便宜的資金 所以呢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發債 他們也是相當的聰明 那最重要 我們今天就要看一下 他到底是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他要留財嘛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搶財 尤其是現在很多半導體設備廠啊 或者是半導體晶圓代工廠 其實都在擴產 既然要擴產的話 人才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他留財的 這個重要策略部分就是 2021年啊 限制員工的股力 要發行新股 138.7萬股 那還有核准發行什麼 2022年要限制員工股權的一個 全力的股票的 296萬股 也就是他發行新股 那這些新股 那員工其實不能馬上賣掉的啦 那其實來講 不會在短期內 不會影響太多的那個股票市場 因為 短線上這些股票 不會留到股票市場 那不會留到股票市場的話 其實對股價影響就有限 而且呢這重點是 重點是什麼 他除了發行新股之外 他是買回來 他有買回來喔 發行這些股票又買回來啦 對 也就是說這有點類似就是我們 就是庫廠股的意思 那一般庫廠股 通常都是先在市場上買回來 買回來之後呢 那我再給員工 對 然後限制他什麼時候才能賣股票 對 那現在呢 他是一邊發行 一邊在市場上買回來 買回來 其實就是庫廠股的意思 實施庫廠股的意思 那其實我這樣解釋 可不可以清楚 就是等於說你發多少 發多少就買回多少嗎 對 那感覺是不是好像不是 就是為了不要稀釋EPS 對 沒錯 那感覺上就是 其實執行長非常在乎 這些董事長非常在乎這些 股東權益的股份 股東權益表現 他如果不在乎股東權 就發就發 那讓你市場上 這個股票變多 股票變多 你EPS就會 就發就發嘛 發最高點最好啦 對啊 所以他是有照顧到股東的權益 是啊 而且發一發以後你不錯喔 最大受益者你知道誰嗎 誰 那個魏哲嘉 那個CEO 市長 的兒子 各給他 兒子各給200張 三個兒子 600張 難怪他要執行 他爸爸 先執行一下再說 好所以呢 其實不管怎樣說 繞來繞去 3.6億啊 用簡單的說法 他就是實施庫廠股 在股票市場上買股票 只是呢 一般的庫廠股是 買了股票給員工 那他是 發行股票 跟在市場上買股票 是同步一起做 反正就是不要 就是你印 就是你印股票給員工 沒關係 可是我同樣把這些 市場上流通的股票 同樣贊助再收回來啦 對沒錯 就沒有實施EPS了 看出來很注重 那個EPS的表現 好不好 看出來很注重股價表現 我們看下一張的部分 來下一張的部分 那這更可怕了嘛 大家可以看到 台積電啊 我認為 現在好多人都想超越台積電 真的好想贏台積電啊 你看那個Intel Intel今天不是有發布消息嗎 買了以色列的一家半導體廠 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買以色列半導體廠 他其實目標就是要超越台積電嘛 那台積電為了要保持自身的一個優勢嘛 所以他就必須要一直擴大他的資本支出 我們可以看到他資本支出 從2021年開始 是大幅增加幾乎是兩倍的成長喔 對不對 那到2022年更從300億 移到多少了 440億 對 我覺得這本支出非常驚人耶 感覺像一個原人 展成一個人的成長 你看看不像 你看看 那你演一下 哈哈哈哈 那個表情也要出來 表情也要出來 好 所以 今天主持人 在上完廁所以後 整個精神振奮 我真的覺得 我也點閱歷 我都犧牲了沒關係 我覺得很奇妙喔 他今天超high的 而且是跟你上完廁所 哇 哇塞 你們該不會是約好一起上廁所 我該不是拍我 我是拍你啊 懂不懂 哇 贊本資室真的計畫很多喔 台積電資本支出 增價化我想 他希望都扶持 我們台灣的廠商嘛 所以 federale 因為它扶持台灣廠商 對它來講是比較方便 控制度比較高 所以我認為 這個是 資本支出有很多的資金 會跑到台灣的廠商 所以台灣廠商 相關的設備廠 那些就會比較 유명 所以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再看到下一張的部分 這個資本支出有多多 我們可以跟三星做比較 那就更清楚了 我们可以看到 他现在的资本支出已经 呈现什么黄金交叉已经超越了什么 超越了三星 而且这些资本支出是 是涵盖三星所有方面的 低论这方面 记忆体这方面 对啊 三星全部喔 三星自己本身有很多产业嘛 记忆体加你这些半导体加金元代工还赢 对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台积电他只做金元代工嘛 只做金元代工他的资本支出又完全超越了三星 那你就知道他的资本支出有多可怕 三星2022年的资本支出 379亿 台积电 440亿 对不对 所以这两年啊 其实啊台积电都已经慢慢就是 准备就是你看资本支出超越就是 那个三星的部分 到底多多少钱看这张表就知道 你看啊2020年这样子 我刚才用个原人变成人类进化表现看不太出来 你一比较三星这个图表就知道 你看三星市资本支出增加 台积电是基进 基进式的增加 差很多 所以说呢资本支出增加对相关的一些概念股 就上游的概念股就有机会会跟着同步成长嘛 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其实台积电拉高资本支出他就是要维持他最新最新的一个竞争优势就是3奈米 对不对 3奈米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重点 晶圆的电晶体的密度都比上一代高成长了多少了 1.7到1.8倍 那晶片的效能可以提升超过10倍 所以其实功耗量 可以超过10% 对啊功耗量又可以降低25到30% 所以我觉得相关的类股最近技术面表现比较强 我觉得是 中砂光照三幅化跟 智原这几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以中砂来讲呢他因为 因为钻石碟的部分你成熟制成跟先进制成当然是不一样啊 没空用嘛 对不对 要用的比较好嘛 用不一样 不一样我在上面学起来 用的不一样的话 其实就是要用比较高价的 所以钻石碟用比较高价那就是带动中砂的毛利率引益率向上嘛 那光照的部分大家说 这光照他明明是做成熟制成光照 大家想想看 台积电如果要专注在3奈米 他会尽量把一些光照成熟制成光照释出来 他才可以专心去做什么 高阶制成先进制成的嘛 对不对 好在三幅化的部分当然呢他是一个做化学品的一个供应商嘛 那化学品的供应商要5奈米往3奈米这边发展 他的纯度当然要更高 那最后呢 如果说呢现在大家都在做晶圆代工 那晶圆代工呢 需求是持续增加的话 对于IP相关的厂商 IC设计厂 资源我认为也是可以注意一下 他说代表这些相关IP市产商一定有这个需求 那个晶圆代工产业才可以这么夯吗 那我有问题 3奈米制成他到底应用在生活当中的层面是多广 什么产品会需要3奈米 通常是现在看到就是比较偏向是苹果 最新的手机 最先新的产品 最潮的 都是 就是以苹果的最新的他自己 自行研发的 N2 晶片 都是要采用3奈米 那其实新的 高速运算HPC也部分就大 对 好所以这一块其实就是最先进的 很大饼 很大的一块饼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档类鼓的部分 技术线型的部分 中煞的部分今天就一根涨停码 他做钻石碟 还有再生晶圆的部分 那他是三绿三升 EPS是稳定的向上垫高 那营收 月营收已经连续三个月开写新高 你看这基本面表现有多好 那前一阵子呢因为 筹码的问题 所以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波动完之后你看一下今天是不是涨停 收过了一个 有点类似突破这些小生理平台的 对 所以今天是第一根 大家这几天如果说 在这一根K棒的高点 也就是在110块附近震荡 后续都有机会继续走高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好在下一档的部分 光照的部分 其实光照其实 其实今年表现真的也不错 他的那个 Q3的一个美股盈于2.82 创历史新高 那目前来讲毛利率营益率也是持续向上 1月份的一个营收是维持在相对的高点 我们可以看到技术面的部分 这技术面我去打底打得真的很硬很久 劝一下报 大家可以看到 来KT指标在20的时候 低点在这 这边KT指标低点在这 有没有 KT指标20的时候低点在这 有没有 然后呢你看这底部就确认了 这边底部就在这边 那前波的高点是不是就在这边 所以呢他一直在这边区间震荡 这看起来就是一个三角盘整 慢慢怎么越打越小 越打越小 这个真的喷出去不得了 对 所以 真的喷出去的话 我觉得就是大家看 110块 如果能站上的话 不用117 110块 这样就OK了 110块如果他收盘价 如果能收盘收 收上去的话 就有机会会突破 117 117突破那不得了啦 对啊 那就有机会持续向上喷嘛 所以他我感觉大人哥想要解释这个五票 对不对 因为其实等一下如果这样投票的话我会投光照一票 你看我 我看他表情 我知道 我会 我会听声变味 我会看解读 你看他流口水了吗 他流口水是 他认真他一直想他想要补述他 好不好 其实光照 光照他 不只是受惠到那个台积电 他因为其实他是台积电连电经营双雄通吃 所以 其实对他来说的话 今年不只是满载的 他还扩大资本支出 所以我喜欢看到有 经典持续扩大资本支出的股票 口水接好口水接好 他的观照股 他的观照股价都流口水 好我们先来看下一档 好下一档的部分 三幅化的部分 三幅化 那个他是做显影记的 那刚刚跟大家讲嘛 那如果说要往高阶制程的话 显影记的纯度也要不要 比较高 所以就会带动他的毛利率 营业率向上 那一月份的意思是创历史高 那营业动能是持续转强 那今天股价 股价是开高之后是有点震仗在高点 但是呢整体来讲还是站在月线之上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担心 而且股价我们可以看到 150块是一个整数关卡 刚好又站上这条线叫做月线 刚好又站上月线跟150块整数关卡 未来只要没有跌破150块整数关卡 都蛮有机会持续向上垫高 好在 看到就是 资源的部分 资源其实大家都知道嘛 他其实本身是有在做IP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来讲 他股价非常的标 那最近来讲我们可以看到 就看季线就好了 季线是黄色这条嘛 都没有破 对啊没破嘛 跌到这边有支撑 跌破马上拉起来 是一次支撑 一次假跌破 那就代表说季线有很明显的支撑 那突破月线之后 他其实也是在一个高档做个震荡 我认为他在230到250之间震荡之后就有机会有没有 挑战255块这个 前波的高点 我去跟观照一样都整理很久 对 他290一突破也不得了 这自然股票你选哪些 Oh my God 不要像Oh my God 我想选光照 因为打梯打比较久 感觉比较稳一点 我也选光照 光照跟智源都不错 然后呢 我选过了光照对不错 没有什么不是的 没有 觉得不错 你可以补了再补啊 好来 开花 补了再补 好来 我喜欢会喷出去的 是 而且喷的越远越好 就是光照 三票也不错 哇塞 哇塞 这个很多票 等下 一盘整一突破就不一样了 好不好 谢谢老师 好不好 告诉我们Oh my God 台积链买回自家库 告诉你说他不是 他就是为了不要欺失 EPS 你看你的 EPS 影响 这么少 也应要把他买回来 其实很 很注重这个股东权益啊 真好的公司 相关概念股也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看下个单元 股市田园圈 交点股帮你圈 好我应该再换个墨镜 航空股来了 我要坐飞机了 出国了 出国来 好来 航空油门踩到底啊 冲出封锁线 后益行赛该看谁 来 好我觉得我们这节目真的很棒 因为大家找出很棒的趋势股票 那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呢 我们在讲的是 很多统计资料告诉我们说 其实在去年喔 超过了30几家的航空公司都倒闭了 然后呢 到最新数字的话 你看已经超过40家了 那这个时间点来了喔 因为这时间点我们即将要面临到的是 攻击减少需求增加 你看这多爆发的恐怖啊 没错 那我们来看到第一页头影片 帮他准备的是 各国的防疫措施 目前真的是 大家走上一个解封的过程 包含了美国 因为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挑几个重点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美国包含了说 柏奇他说 已经是 通往常态之路了 那我们看到其实各州 已经开始有一种 自己去宣布说要去 解解所谓的口罩禁令了 这是美国的部分 那其他的欧洲几国 像是英国已经佛系防疫啦 那德国的话也是 甚至法国即使是现在目前确诊能数 依然在去做飙高 可是 OK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什么什么 音乐厅啦 酒吧 他们已经开始不用戴口罩 真好耶 超棒的啊 然后连日本喔 是不是 日本的话 刚刚最新的新闻 明天 就要那个举行记者会 有可能会在那个 三月开始的时候啊 他们的所谓的经商流学这些商务人士 只需要隔离三天 台湾也是三天嘛 是不是 哎不错啊 因为其实台湾也差不多了 因为其实台湾 台湾社交变一个礼拜 下个月再说 最快最快的话 二月底 然后三月初的话 应该就可以 这个所谓的 商务人士可以来说 入境了 台湾有说出国旅游 第三季 有可能 目前目前听到的说法 有机会 这个都是官方说法喔 疫情比较 我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其实各国的防疫 已经是渐渐解封了 所以 刚刚就如泽泽所说的 因为现在目前需求是多的 可是供给的话是 看到是比较明确的减少 所以我们要看到下一个投影片喔 因为其实如果就我们之前不断跟大家提醒到的 我喜欢看的股票会是 趋势成长的 而且要是一个 比方说像从现行的角度来说的话 像这是我用长荣跟长荣行来做对比 那如果以长荣来说的话 大家都知道它的好 就是那个缺贵依然缺 然后需求依然需 然后可是呢 对啊 可是如果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 大波段或者大的一个趋势来说的时候啊 我相信这边就是150块以上 应该还套着蛮多人在这边 所以 如果就算所谓的一月份的营收 依然是创下历史新高 那可是它的股价 目前遇到的状况就是 投资价值浮现 可是呢 殖利率 就是投资价值加上殖利率依然是不错的 可是解套卖压依然沉重的时候啊 我不会选这种类型的股票 现在年龄大概99啦 99100 是 好 对那可是我们再看另外一边 这是长荣行 那长荣行的角度来说的话 就算它的一月份的营收 看起来好像还好 就是有点像是月减的状况 可是如果就一个趋势的角度来说的时候啊 我们看到的是 货运的需求 依然是暢旺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它有 所谓的客转货机 甚至还有新的机队进来 那接下来它会看到的是 货运依然是维持高档 然后呢 客运终将要解封这个时间点的话 它的股价的表现 就完全跟所谓的投资价值浮现的长荣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价 在最近 最近这几天 创下了波段新高 那如果把这个时间点拉得更短 更远一些些的话 它的股价已经挑战了 11年来的新高了 所以 股价 股价会说话 或者趋势会说话 我喜欢这种股票 那也就是我们最近 我在我们这几次的节目 来上节目的时候 是的 感谢大家帮我们重播 那我们就继续 这个航空股 我们那时候股价 很便宜的 一二十块的时候 都一直在讲 我们要继续费高高 费高高 对 没错 那长荣的部分的话 持续看好 接下来 下一张同一片 下一个同一片 为什么看好 因为这边有闲 对不对 是的 因为其实如果就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 货运的角度来说的话 台湾的出口 一直在这几年来 有去创下 历史新高的水准 对 那这是黄色柱状体的话 这是出口的总值 然后甚至是我们现在目前每个月 所谓的出口的这个 这几乎是新高的部分 那新高的部分的话 到了400亿美元的部分了 那这个目前看起来 只要是景气依然苍旺 然后持续依然投资价值不现的过程中的话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出口 年征率会维持一个不错的水准 那出口年征率跟 航空有什么差别 这是货运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 航空 航空叫做是双引擎启动 那因为它有货运加上客运 那这个是货运的部分 就是出口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依然是畅旺的 盛货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手边 来 这是华航跟常用航 他们几乎已经走向斜杠人生了 什么都做 对 几乎什么都做 天上飞的 对啊 比方说 送人送客都可以 送货品也可以 对啊 甚至像是那个常用航他还做空除 然后呢 跟一些相外合作的部分来去做 那个 配合货运的商机 然后空除的商机 他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 那机队的扩充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时间点 货运的机队 包含华航跟常用航 都有持续他们 扩充他们货运的机队 所以这是货运这一块 会带来持续一个成长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下一页投影片 是 航班缺口 我觉得这个数字 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讶异的 那 这个数字的话 很仔细的一个数字 对 因为这个数字的话是 每日的航班数 每日的航班数 如果在2019年的 7月那个时间点的话 全球的航班数有高达了 21万架次 每天 可是到了最新的时候啊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或者因为那个 该导的 都导光了 这个关系 目前为止的话 到了最新的 航班次 日价次的话 只有16万架次 16万 你看每天差5万 是啊 每天差5万 一个月差多少 100多万 对 那一定很多人愿意买嘛 是不是 对 而且这是 缺的价次数 难怪你市货 也是涨50% 也买 也买 一定买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价次 少了之外呢 那个机票票价会涨 所以 他的 P乘以Q的观念 就是表示说 他的营收自然会 会去一个 跳升 而且因为 数量增加 然后价格也增加 那毛利率更好啊 那获利率更好啊 所以这状况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1月份的营收 我们刚刚看到 前面的 长榮的1月份营收 还在创历史新高 可是如果就整个 华航跟长榮航的 1月份营收 这15%跟 13% 是越减 可是这减其实只是一个 短期的季节性的因素而已 可是从年增的角度来说 他高达57% 甚至59% 那下半年有 到第3季开始的话 有所谓的 全球要解封了 所以解封的过程之中的话 我们看到 看到这个 之后的营收 会是用一个跳高的方式 去做一个进行 所以他 恐怖 恐怖在这边了 好 所以 感觉好像 利润可期 是的 那个利润 所以可期 应该是说 很难算出 它到底赚多少 只能说爆发式的获利 对 因为其实如果从 是办法算出 EPS多少吗 很难算 目前我们看到的 像是常活行的EPS 有人估大概2块多 是今年 可是如果就一个 我们在评估这种 所谓的 景气循环股的时候 我会倾向用 就是他的 股价进质比 去估算 那他过去的股价进质比 大概可以到 2.6倍 大概接近3倍 左右是历史新高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今年 如果来挑战3倍的 股价进质比的时候 你可以去 大概去乘一下 他的一个 大概多少 有机会可以看到 当然不能 不是目标价 对 我觉得 如果P乘Q的话 有机会看40块以上 来 哇塞 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后疫情之代的股票 这些股票 好 我们直接看现行 好不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现行的部分 因为其实 怎么样都还是要把这双雄选进去 因为常用行跟华航 我没有办法辨别 谁会比较好 因为比方说像今天的 常用行就涨了5%多 那常 跟着 华航的话就涨了5%多 常用行只有涨1%多 可是如果就整个趋势角度来说的话 常用行已经领先创下了11年来新高了 所以这两党个股会带着这个航空的一个景气展望 然后会轮涨轮动 持续创高 所以两党我一样看好 那所以常用行的部分的话 因为星际对货运的部分 所以你分辨不出来谁是比较强 比如那时候万海是最强 常用行的话你觉得谁会比较强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的话我还是偏向有 常用行多一些 因为毕竟如果从一个技术面的角度来说 常用行已经11年新高了 所以如果可以帮我们切一下 月K线OK吗 好我们快速切一下 好 没关系 再去切 好月K线 是把这说缩小的话可以看到 11年新高的常用行 2010年也来的新高 2011 2011那附近的新高 那如果再切一下那个 华航的部分的话 他并没有那么优秀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们看一下 并没有 没有突破了 就今天刚突破 差不多这样的水准 那因为其实这之前的华航他有减资过 所以这个事情 哦 减资也不能这样算 是的 如果还原 减资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漂亮 好常常的华航都看过了 我们再看下一档来 好那看一下下一档部分的话 就是回来到 商务开放 我们国内的 受益的 受惠的 这个族群 那第一档个股的话是2707的 金华 那金华酒店是我们国内 非常重要 日韩商务客 会来的 商务饭店 那因为他是顶级商务饭店 甚至说 目前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他 另外一家华已经倒了 西华 是 这个时间点其实 刚刚指着讲到重点 这个重点就是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或者说 因为这个产业的 我懂了 再去做调整的关系 那比如说有些 以前有些 日韩的游客 他以前要往去精华 要往去西华 是 那现在你因为你供给很少 你以后就去精华了 只能去精华 就像你现在 航空公司都倒了 你以前还可以做远航嘛 现在不行了 所以你可能就只能做 长龙航和华航 一样嘛 供给减少了嘛 需求会增加了 所以如果以这样状况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在看的叫做是 谁可以在这一波的疫情 生存下来 谁就会下一波的一个 主要的受惠者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这三档股票 都是 那 金华 它是饭店的部分 然后甚至说 因为他真的去年 真的为了他们的公司 能够持续生存 他把他的 达美乐这种经济母 都一次性把他卖掉了 那卖掉的话 贡献他 EP好像贡献10块多吧 然后呢 就把他这个 业外收益的部分 灌进来到这个获利 然后甚至让他公司 可以维持 营运的成长 这是维持 营运的稳定 那我们听到的一个公司 说出来的说法是说 他会把这个 业外收益 拿出来 配息 那配息的话 其实也可以让 精华 他今年的值率有机会高达到 接近9% 到10% 当然这是一次性的 可是如果以恒常性的角度来说的时候 恒常性的精华也是一个不错的 殖利率的个股 所以他是一档 进可供 退可守的精华 也是受惠到疫情 生存下来的精华酒店 好 好那凤凰的部分也是一样 如果大家去查一下他的1月份的营收的话 我觉得真的很辛苦 因为他的1月份营收只剩下大概接近600万左右 他的辉煌时期一个月的营收可以高达3亿元 那他也是这一波在旅行社这边 有机会能够生存下来的 这种大者恒大的 所以接下来 当上半年的部分的话 他依然只能用 国旅的部分去弥补 它的营运缺口 可是如果随着下半年的解封的时候 我相信 接下来的 相关的旅行社只要能够存活的下来的话 那都会带来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过程 那当然如果从技术面角度来说的话 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因为昨天的 现行应该说 这边留下一根长长的上影线 所以难免短线这边他必须要去做一个整理 可是整理过后下半年依然是看好的 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有个解封的需求 解封的商机即将要出现了 我们最后看完品 完品大概每个都知道 好 那完品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过了 就是这一波疫情谁能够生存下来 因为完品的部分的话 他现在这个时间点 这几年一直开发新品牌 是 22几个品牌了 包含了国内包含了中国大陆那边 那个品牌项目越来越多 越换越多品牌 我都不知道是完品集团的 你不知道的时间点也都是完品的 对 然后另外的话呢 他正在充斥的一件事情 是用数位转型 因为他出了一个App 那这个App的话 你会发现说 他所有的品牌都在上面 所以接下来的话你会看到 全台湾最大的餐厅会员的平台 就在这个时间点出现 那 只要能够撑得过这一波疫情的话 其实接下来就会变成 大者很大的局面 那是武当股票你选谁 当然首选 长宏航 对 再来呢 再来的话 华航 好我首选长宏航 再来是完品啊 由于我完品线情蛮漂亮的 经理兄 我一定是选长宏航的 因为长宏航的话 其实刚刚哲哲有在问 他除了货运需求之外 还有国旅需求 你刚不是问说 长宏航看好谁吗 我告诉你大家只要选长宏航就好了 为什么 长宏航除了那个 货运的需求还有国际旅游之外 他还有一个大经纪在支持他 大家知道什么吗 大经纪 长宏航泰 他长宏航泰 2月18号登陆新贵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题材加持之下 我觉得后续 有机会持续的再创警告 好 给王瓶一个机会 因为我最近要订他新的烧肉品牌 怎么订都订不到 每天就 我快疯了 什么烧肉品牌 我真的快疯了 哪一个啊 你每个提早几个月他 哪一个 好像要吃烧肉还是什么 这我没吃过 我没吃过 真的他每次上线都订不到 然后电话 他根本不理你 就不接 然后网路订 他就告诉你 额满 完全选不到 听上讲王瓶我也想 气气气 好谢谢老师 你看我们都有很多八卦 我们知道 炙烧肉 赤 炙烧肉 炙烧肉 哪个赤 等一下来Google一下 第一次第二次 这炙烧肉 第一次第二次 好这个不错 你看我们很多八卦 告诉你疫情的一个变化 长冬航华汉 不是只讲 当然跟你讲是长冬航 后疫情时代 他黑群带 他长冬航泰 这些标股 所以你要订阅我们频道 开启小铃铛 按全部喔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8点上线 135减盘 24教学 就还有一个口号 谢光临 疯狂股市福利色 让你的财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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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报告葡萄长 鹰到两人 食到两人 好 鹰到味道 没有味道喔 诶 这什么东西 手转可以退伍 手转可以退伍 手转 非常好 太好了 诶 再来 三十多五康 再来一次 突然 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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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来集 都这么帅 他明明啊 不是说意思了吗 不是我可以讲 他不是八卦 他不是 终于说 诶 诶 诶 赵哥 我们的八卦 不得了 不得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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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 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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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